全台高温热得像是烤番薯 除了玩水消暑 台湾原住民回南协会还举办了 大地保育玉泥粪战 泥巴躲避球大赛 大家不为高温跳进农田泥地里奋战 竞赛过程精彩有趣 有请小朋友们个个是成了泥娃娃 十分可爱 小朋友跳进农田泥地里 不仅是消暑也进行大地保育 与泥粪战到底的泥巴打战 在农田泥地里进行多人 无功劲走考验团队默契 二条扁淡比赛高难度挑战 大人小孩也都趋着若鹜 东倒西歪的玩赛趣味十足 就是可以玩赛玩躲避球的时候 可以丢来丢去很凉 因为我们桃园都会去 很少有这种泥巴地 那我带小朋友来 就是有就觉得鱼叫鱼了 我是一个做妈妈的 我就看到小朋友这样亲近大自然 拥抱大自然非常非常的舒服 很棒 高温破表却不减大人小孩玩泥巴的乐趣 重头戏泥巴躲避球大赛 两队选手在泥巴里打滚躲球 各个化身为泥巴战将 为自己的团队努力奔战 不为高温热情不减 第一期的倒座已经割完了 把我的田区打烂以后 让全国的想要爱抚这个地球 爱抚这个大地的人来攻击圣体 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做游戏 让大家的温度感觉到 我们的土地是非常的健康 而且是非常的友善 玉里镇大雨冷色部落 利用一起做收割后的空档时间 举办这一场泥巴大战 要让民众清凉一下 也能清净家乡的土地 我们协会是为了要传承 我们玉里好三桃水给下一代 所以让小孩子也是趁着夏天来消暑 然后在泥巴里面打滚 然后不要怕我们的大地母亲 炎热夏季除了玩水消暑 玉里镇这一大群大小朋友 在泥地里玩水全身抹上泥巴 消暑又降温 享受今年最特别的夏日娱乐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